如何从一句话识别出好人还是坏人 在一个幼儿园的家长群里 一位家长提议说 幼儿园老师怀孕了 大家一起集资给他送一辆婴儿车 其实重点不在送不送东西这件事 而是当这个家长提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不管这件事成与不成 这个老师都已经记住了这位家长 假设这件事不成功 那么老师或者领导 也知道了他的好意 如果这件事成功了 那么这个老师也好 领导也好 根本不会记住其他的人 只会记住第一个提出这个意见的人 不论是在职场 还是其他的社交群体 一定要小心这种人 就是当他自己想向领导师好的时候 自己不愿意独立去花钱 让大家来平摊他的钱 这就是在拿大家的钱 为他自己的私利来谋取好处 所以不管值不值得买 一定不要跟着别人的思想走 那么如何来应付这种小人呢 策略艺术中说 与小人相处只能讲究策略 绝不可硬碰硬 所以千万不能直接反对 这样在领导和老师那里 你都会留下不好的印象 你可以这么说 哎呀 两千块钱这个东西价值太少了 不能体现出我们的诚意 提出这个意见的人 你自己先买了送给老师吧 我们大家再集资商量一个 价值更大一点的东西 送给老师 大家记住了 在中国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就没有结果了 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但反驳了它 还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一分钱也没花 同时让这件事情没有结果 你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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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